中兴社中兴网记者提问 我的问题想提给于若飞代表 您刚刚介绍自己来自一个公益救援机构 能否介绍一下这个队伍是由什么样的人组成的 然后您也提到其中90后占比超过70% 那么在您看来新时代年轻人应该有什么样的责任和担当 谢谢 谢谢您的提问 我刚刚讲到我们是一支志愿服务的队伍 在我们的队伍里绝大多数人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的 但因为我们有共同的理想信念 所以每次有灾害发生的时候 我们都会聚集在一起来贡献我们的力量 在过去的十年里 我和我的队员参加了四川亚安地震 云南鲁电地震 尼泊尔地震等国内外救援行动 参与挽救幸存者81人 救治600余人 在这些救援经历当中 让我最难忘的是在一次地震救援中 有一位遇难者被压在了横梁下面 需要有人爬进去 将他转移出来 但是因为现场余震不断 年轻的救援队员心里啊 多少都是有些害怕的 我也有犹豫 但因为我是共产党员 必须得站出来 所以我爬进了废墟 当我完成任务从废墟里面爬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周围的人都在为我鼓掌 那一刻我感受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豪 同时也深刻地意识到 党员的责任就是即使面临生命危险 也要勇敢无畏 充分在前 现在在公益救援领域 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志愿者加入了进来 在各行各业 像我这样的90后 甚至是00后 都逐渐成为中间力量 去年有一部很火的电视剧 叫觉醒年代 也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里面的那些共产党员 都在像我这么大的年龄 甚至是比我还小的时候 就可以为了国家和民族 奋不顾身 抛头颅洒热血 现在是新时代 我们这一代青年 更应该有这样的理想信念 去承担时代 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 谢谢